大家好,我是小宇,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,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,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,缤纷娱乐,现在开胜! 这就是街舞水舞台的表演中,王一博带伤上场,在连续翻滚之后,带来了一个功倍支撑,而且又是水舞台,在倒立的时候,很多水就浸到了王一博的嘴和鼻子里面,表演的难度有点大,但王一博都完成了,在节目中,公孙无名力挺自己的队长,功倍支撑的动作,平时做起来都很困难,更何况是在水中完成,而且王一博还是带伤上场,这一点就更令人佩服了,王一博受伤,其实要从上一期录制一起火锅板设起, 节目期间有一个密室的游戏,王一博在玩跳舞机的时候,不小心崴到脚了,王一博崴到脚以后,医生表示,骨头水肿无所谓,其实就是让王一博别担心自己的伤,以后跳舞,玩滑板,或者是骑摩托车都是可以的,只需要好好地疗养就可以了,但这在王一博看来,就是可以上台继续跳舞,于是就跟队友一起练习舞蹈了,其实王一博在崴到脚以后,并没有太多休息的时间,在排练舞蹈前一段时间,王一博都还绑着绷带, 在水舞台彩排舞蹈的时候,医生也建议王一博冷敷一下,王一博等人给出的回答是,水舞台的水很凉,这应该就算是冷敷了吧,王一博对舞蹈的热爱,以及作为队长在此刻的担当,都通过水舞台的表演体现了出来, 1997年出生的王一博在四位队长中,他的年龄最小,但是他却非常成熟,在节目开始录制的时候,他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风格的战队,在选人环节也非常干脆,遇到适合自己的舞者,他会全力争取,遇到不合适战队的舞者,他也会解释清楚,让王一博最难受的应该是大饼淘汰的那期节目吧,当时的赛制是队内对抗,每支战队都分成AB两个小组,然后进行队内对抗,但是A组有步步,大庭,公孙无名,以及大饼等人,实力可以说是非常强, 但是小军军编出的舞蹈并没有让观众满意,不仅没有记忆点,而且起舞部分还出现了失误,王一博认为这场表演,身为变舞师的小军军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,而作为团队核心的大饼也没有把团队紧密的联系到一起,所以这一次淘汰两位负责人,王一博能够在短时间内把A组失误的地方找出来,抓住了问题的关键,不仅找到了责任人,同时也给其他舞者敲响了警钟,团队就应该各司其职,作为队长的王一博认为自己也有责任,那就是在人 分配的时候没有考虑周旋,王一博理智而且有担当,战队之间的对战如果说输掉一场比赛就需要淘汰两个人,一波王炸对战哇哇酷宝的第一场比赛中,王一博并没有擅长,但是他在台下给舞者鼓励,让舞者在台上更有信心,到了王一博上场的时候他也非常给力,虽然地板太滑出现了一些很小的失误,但是有几个很炸的点,王一博完成的很好,这也帮助了一波王炸战队再下一城,战队击两分,保住了一波王炸的十位队员, 接下来的红舞台表演中,四位队长将带来队长的大秀,很多观众觉得队长没有必要出场这么多,因为队长上场也好大的事情就会集中在队长的身上,而忽略了台上的舞者,该换一个角度思考,有明星队长参加的舞蹈,作品的传播力都会增加呀,基于队长的名气,这支舞蹈也会被更多的人看到,这时候就不是说局限于这档节目这段时间,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人的身上,而是这支舞蹈以及参演的舞者长期都会被关注, 而王一博带伤上场的水舞台表演也会被记住的,另外最新一期的天天向上相信很多粉丝还是如愿而至,因为这一期王一博也玩的特别开心,他和以家人之名的三位嘉宾一起组成了一个团队,大家一起玩解了漂流,玩解了户外野营,现在已经是八月的最后一天了,也希望在这个月底可以让几位主持人和嘉宾好好放松一下,抓住夏天的尾巴一起去户外玩起来漂流吧, 其实很多粉丝们特别感谢天天向上的节目组,能够让王一博在百王之中去尽情的享受生活,去尽情的享受节目组带给自己的快乐,相信在之前王一博也没有露营的经验,更没有玩过漂流,这次可以通过节目去给自己好好的放一个暑假了,在户外野营最重要的事情应该就是生活,因为有火才可以做饭,有火才可以做出美味佳肴,王一博对于生活有着特别的职责,完全就像是一个孩子一样玩的特别开心, 对自己喜欢的事物,王一博一定会坚持做到最好,这次在团队中他也是唯一一个生活成功的男生,虽然荡天温度比较高,但是在树林当中微风袭袭也算是比较凉爽的,不过王一博在生活的过程当中撸起袖子,网友们却发现他的胳膊意外受伤了,王一博总是不小心让自己受伤,无论是在拍戏还是在工作中,身上总是会有大大小小的伤口,之前为了练习一跳舞,他的膝盖经常受伤,后来为了自己的健康问题终于佩戴了护膝,不过在录制肩舞的过程中 他也大大小小的受了很多伤,对于这些网友们早就已经习以为常了,不过这一次在户外露营的时候胳膊也意外受伤,看到伤口之后很多粉丝也忍不住心疼,从镜头看过去伤口还是比较大的,但是王一博根本就没有来得及处理,而是在认真的生活,认真的干活,他真的是一个大大咧咧的男生,但是粉丝更希望的是他能够好好爱自己,能够多多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,他今天只有23岁,但是之前在节目中他经常会扶腰,这不是什么样的吗? 就是早就显而易见,也许是因为过度劳累的原因吧,本来这一次可以在户外好好玩耍一下,但是网友们看到他的胳膊意外受伤之后,很多粉丝也忍不住开始心疼,不过看完这期节目之后,大家也为他感到开心,漂流的过程中他完全放飞自我,而且玩起了打水仗,从年初到现在他一直都在工作,不过这一次在8月底的最后一天,他们抓住了夏天的尾巴,好好去玩耍了一番,漂流也迎烧烤,在节目中彻底放了一个暑假,也希望在以后的录制过程中,可以多一些这些, 比较轻松的放松的娱乐项目,当然在文章的最后呢,也希望王一博,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,还是在工作中,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,毕竟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啊,吃瓜不停,娱乐不断,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,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,请你给出宝贵的赞,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,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,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,拜拜